窩窩狗飛成天 謝謝你陪伴我這窩狗 她說謝謝你陪了我這麼久 有一個女孩子在抱著窩窩狗 你有沒有看到 她就是想跟這隻窩窩狗說 謝謝你你跟我做了好朋友這麼久 一直陪著我 日後陪我玩 陪我出街陪我吃東西 晚上又陪我睡覺 對啊我真的很不捨得你 今天這個姐姐她流眼淚了 為什麼 流到整地都濕透了 為什麼 我們不如一起看看 姐姐的名字叫做羅曼 羅曼要睡覺了 媽媽在廚房那裡叫羅曼 睡覺?這麼早? 羅曼不想睡啊 羅曼還想玩射箭 射到梳化那裡 他射到那個杯子那裡 中了 YES BINGO 哇 爸爸的頭也中了一陣 過了一陣子 羅曼聽到媽媽在樓上 喊你喊去 又開門又關門 又開門又關門 羅曼 羅曼 你去了哪裡? 為什麼還沒睡覺? 找不到羅曼 嗯 羅曼又躲起來了 他不發聲 媽媽找不到他 媽媽就問 爸爸爸爸 你見不見到羅曼在那裡? 嗯 見不見啊 會不會在樓上 媽媽找也找不到 你見不見到羅曼在那裡? 看到 哎呀他躲起來了 媽媽看不到他 於是媽媽就叫了個小幫幫忙過來 羅曼先安裝一下 看一看 看到媽媽抱著朱爾走去客廳 朱爾就是這個汪汪狗 朱爾和羅曼是最好的朋友 而且 汪汪狗是一個很厲害的偵探 他用鼻子一聞 聞到有點不妥 你記得朱爾是誰? 那個汪汪狗 那羅曼是誰? 那個小朋友 對了 媽媽就叫朱爾 你快點和我找羅曼出來 你猜朱爾找不找到羅曼? 朱爾在房間繞了兩圈 聞一聞羅曼的鞋 嗯 他今天穿了這隻臭鞋 我認得他就沒有了 然後朱爾又走走走走走 去到桌子的旁邊 他把鼻子 哎,聞到的東西 然後朱爾就坐下 你認不定是甚麼加? 她找到 對了,媽媽就說 出來吧! 朱爾已經找到你了 羅曼又笑出來 哎呀! 今天又被你找到了 朱爾,你真實證 常常都聞到我躲起來 骗不到她的 因为注意 记得罗曼的味道是怎样的 好了好了 快去睡觉了 姐姐临睡前抱抱 嗡嗡狗 I love you 明天再跟你玩 到第二招 罗曼立刻冲下楼梯 每天在这个时候 嗡嗡狗都会在楼梯底 摔着尾巴等她 今天罗曼 冲下楼梯 但是楼梯底下 看不见到朱姨? 看不见 她还在睡觉? 这个时候 罗曼在蓝的旁边 看到朱姨睡着了 她小小地摸朱姨 但是朱姨还没起床 今天朱姨摸起来 很奇怪 她的身体冰冰冰 朱姨 快点起床 天亮了 但是朱姨也没理他 罗曼有点担心 她不知道为何朱姨今天没有反应 这个时候 爸爸和妈妈 就站在旁边 小小地跟她说 嗯 朱姨昨晚死了 朱姨 妈妈呢 都伤心到流眼泪 你见不见到妈妈有点眼泪在眼睛中 为什么她死了 因为朱姨年纪很大 她死了 罗曼就说 蛤?死了? 为什么她死了? 真的怎么样? 爸爸就说 朱姨呢 她不会再醒醒了 她会这样一直睡下去 睡下去 她的心都不会瘦瘦跳 罗曼听到之后 她很伤心 她抱着朱姨呢 一边哭一边哭 眼泪呢 掉了在地上 掉了在墙上 弄湿了狗狗 弄湿了自己的衣服 很伤心 嗯 姐姐一定很伤心 过了一阵 姐姐冷静下来了 妈妈就解释给她知道 昨晚朱姨她死了的时候 她又飞了上天 去找她的爸爸妈妈 她终于可以见到自己的爸爸妈妈了 她一定觉得很开心 不过呢 姐姐也是有点不舍得她 因为每一天她都会和窩窩狗去散步 追着她在房间 跑来跑去 她真的很想着 很想着她 她和爸爸妈妈 坐在朱姨的身边 细细地摸摸她 嗯 爸爸就说了 不如呢 我们把窩窩狗 埋在我们的花园里面 这样 你就可以随时随地 都可以陪着她 罗曼点点头 好啊好啊 我们不要扔掉她 我们把它埋在我们的后花园里面 就好像每一天 她都在我们身边 爸爸就说了 不如呢 你现在和妈妈 去拿窩窩狗 最喜欢的玩具和毛毡 然后等会拿去花园里面找我 我们呢 把窩窩狗 和她最喜欢的玩具和毛毡 一起埋葬吧 坟墓呢 就是要埋葬她的地方 你看看 她们在后花园里面 挖挖挖挖挖挖挖 挖挖挖 她们一起都帮手去挖一个大洞 埋葬朱姨 这个洞呢 应该够大了 我想朱姨呢 躺在这里 应该会躺得很舒服的 她们就慢慢把朱姨 放在这个洞里面 帮她盖一张皮 然后呢 再放在朱姨 最喜欢的小白兔公仔 姐姐还画了一幅画送给她啊 你看看 这只蓝色的窩窩狗呢 就是朱姨了 她旁边画了一些红色的心心 就代表我好挂着你 好多谢你陪伴着我们这么久啊 由出生开始 你陪我玩 陪我吃东西 陪我睡觉 陪我睡觉 到今天 你要走了 我好不舍得你啊 能够在这段时间照顾你 我们都很开心 好多谢你啊 你是不是都想哭啊 不要紧要的 我们伤心的时候 是会流眼泪的 没问题的 妈咪冷却你好吗 咪咪的主意在哪里啊 姐姐抬高过头 她见到天上面呢 有很多很漂亮很大的云 爸爸妈妈跟她说过呢 我们死了之后 会升到上天 去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虽然呢 朱姨现在不可以陪在罗曼的身边 但是每当罗曼想起朱姨的时候 只要她抬头一望 她就见到原来朱姨在天上面等着她啊 原来呢 我们有时候 很喜欢的小动物 或者很喜欢的人 陪着我们很久之后呢 她可能有一天 会离开我们的 但是呢 她虽然不会继续和我们玩 她还会在我们心里面 我们时时刻刻 都会挂着她 想起她 没有人可以在你心里面 拿走她的 只要每一次你挂着她的时候 你眉上眼睛 你想一下 她就会出现在你的脑子里面 你最想念的人是谁 最想念的人是妈咪 对吗 嗯 那你每一次眉上眼睛的时候 你就会想起妈咪 原来呢 妈咪一直都在你心里面 没有离开过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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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